我們現在在日本東京的新橋站 現在要去住一間感覺CP值很高的飯店 應該說網路上大家都說CP值很高的飯店 叫做The Blossom TBR 日比古 期待一下期待一下 飯店距離新橋站走路還蠻近的 大概五分鐘就到了吧 現在已經可以看到它在我們眼前 它超高的 看到了 哇塞 就是我們今天要住的飯店啊 旁邊這邊就是它的入口 我們要先坐這個電梯到樓上的大廳去Check in 一到大廳了還在18樓 外面整片的玻璃耶大廳 哇坐電梯上來才到大廳而已 就可以看到這麼漂亮的view 哇來準備Check in囉 我們這一次住26樓 哇 2619這邊 結果就是旁邊而已 這27樓的景 我們還看得到東京鐵塔的頭耶 好另外一側是鐵路 看什麼 那側是鐵路 看到性感性 整個晚上夜景一定超美的 哇躺在窗邊好爽 但有點刺眼 不對 我們應該來開箱一下 看一下房間有什麼東西 這是我們進來這個房間的門 進來的話旁邊有一個全身鏡 全身鏡的另外一側這邊 是廁所 正面是個吸電台 不錯耶 它是乾濕分離的那一種 然後 左邊進來是一個TOTO的免治馬桶 另外一側是 有浴缸跟淋浴空間的浴室 還蠻大的 不知道是什麼品牌的 沐浴乳跟洗髮乳 看一下 它都是大吉林紅茶口味 FFID 感覺是日本做的 洗手台前面的鏡子也蠻大的 旁邊還有兩個 還有兩條 類似化妝燈的東西 比較柔和 還有附 洗面乳、洗手乳 它是我有個杯蠻可愛的 上面有它的LOGO 是一朵花 水槽下面有 浴巾跟毛巾 看一下備品 它的梳子蠻有趣的耶 是這種木頭色的 等一下看看好不好用 然後有附牙刷、牙膏 刮骨刀 還有一些衛生用品 欸這蠻有趣的 這什麼 這不知道是什麼東西耶 他說國產的 應該是洗臉的 組合吧 洗臉包 好像什麼都有耶 有洗臉 有洗面乳 有化妝水還有乳液 還有卸妝 還有卸妝油 到了我很在意的 吹風機 來看一下是什麼牌子 還可以耶 是這種Panasonic的負離子 比較輕型的那種 有時候出來啊 這邊有一個放行李的空間 一個行李架 就一般那種更機箱 甚至再大一點的應該都放得下 也不至於影響到 就是走投的空間 好 這邊是鞋櫃跟衣櫃 這邊有兩個 就是掉衣服的空間 它有附六個衣架 這邊有鞋靶啊 拖鞋之類的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這長得像一顆球 有看過這什麼 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好這衣櫥很有趣 它是這種 開放式的鞋櫃門 很可愛 這邊有保險箱 運斗 這算運斗嗎 應該是運斗 蒸汽的那種吧 然後有除錯的噴霧 它整個設計還滿不錯的 用墨綠色然後 木頭的材質做的空間 然後這邊 旁邊是玻璃 所以並不會影響到視線 感覺這個大很多 房間我們這隻是訂兩個床的房間 空間滿大的 重點是後面那一根床 等一下再帶大家看 它有附一個 Toshiba的電池 這不曉得有沒有YouTube那種功能 等一下來試試看 沒有 加式器 Sharp的 應該說它是空鏡鏡鏡機 Sharp的 這有一個小小的檯面可以放東西 有一個 不知道在幹嘛的裝飾 上面那是一個可以躺下來的沙發 還有一個小插機 在那邊喝茶 或是在那邊用電腦 都愜意 超讚的 然後這個沙發的旁邊 有一個平台 上面有插座 然後這個應該是冰箱吧 對 下面有個小冰箱 現在是空的 然後 然後 是什麼 左邊那個黑色 喔 它是這樣開的 對 拉開之後 裡面有附玻璃杯 還有兩瓶黑部的礦泉水 下面有馬克杯 有咖啡 茶 最下面的話就是熱水溫 還有冰頭 東西還蠻完整的 什麼都有 不過最厲害的還是這片景 等一下可以看到東京鐵塔的上半部 然後還可以看到新幹線 我們這次住的是26樓 它的客房是位在19樓到27樓 我們等於是在幾乎是最上面 大廳櫃台是在18樓 所以這個景點很漂亮 發現這個平板 它應該是可以控制房間的照明跟空調 這樣可以躺在床上不用起來 直接按壓平板就好 蠻酷的 順便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這間訂的房價 我們是覺得非常非常的划算 日幣大概是15000左右 現在匯率換算的話應該是3300台幣 3300台幣可以住到 有東京夜景的飯店 是不是超划算的 我剛吃完燒肉 然後去喝了啤酒 現在回來換上睡衣 然後欣賞外面的夜景 超美的 有點可惜的是只能看到半根東京鐵塔 不過以它的價格來講 實在是 還蠻超值的 再來喝點茶 然後洗個澡就準備睡覺了 對了 這個飯店其實還蠻新的 它是在2019年 應該是年底左右才開幕 所以設備都蠻好的 好 那好 準備休息了 來分享一下我們昨天在這邊注意完的心得 剛進來房間的時候沒感覺 但是 住了一晚發現說它的房間的屋底很高 所以完全沒有壓迫感很舒服 再來就是它的浴室 浴缸很大 而且它在浴缸旁邊有做一個扶手 起來的話可以扶比較不怕滑倒 我覺得這點蠻貼心的 昨天睡覺前有看到那個床頭燈 是可以調亮度的 還有好幾段 所以可以依照自己喜好去調不同亮度 然後氣氛蠻好的 床墊是偏硬的那一種 睡起來是蠻舒服的 不過如果喜歡比較軟的床墊的話 可能會睡比較不習慣 另外我們是訂沒有早餐的房型 不過如果要加點的話也是可以 只要加好像日幣2750左右 大概是600台幣吧 就可以在大廳那一層18樓吃早餐 再來就是這個地點真的非常方便 離心橋站走路只要5分鐘 銀座也是在步行的範圍裡面 不管要做什麼線 哪條鐵路JR都很方便 它的窗簾 有兩層 一層是比較黑的 然後一層是比較透的 它拉窗簾的繩索有分不同顏色 所以在拉的時候不會拉錯 我覺得這點很棒 好啦那就會想到這邊吧 我覺得這間飯店CP值真的很高 在假日只要 在台幣3000多就可以住到一個夜景的飯店 超划算的 再見之後要來中斤自由行的朋友 謝謝先這樣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